好,我们开始吧 所以我也想问你 你以前是怎么对这个《三千年史》培养兴趣的 为什么拍三部电影都是有关这个《三千年史》 我主要是我的父母 就是你家 我从小就跟着我父母就去了 所以说我母亲的工厂 在上海 原来的上海的光学义气场 然后就是在六五六六年的时候 我就搬过去 等于说是从一个单位里的支援三线的工厂 我妈妈是工人嘛 其中之一 所以就过去 那我爸也就跟着过去了 因为我刚刚出生那个时候 是那个《星天光学义气场》 《星天光学义气场》 对,到那就改成《星天光学义气场》 几乎在原来的上海光学义气场 有一半的职工就过去了 所以我妈妈就在其中之一 因为我刚刚出生 才几个月 没有办法 我父母没办法分开 所以我父亲就把自己的工作也不要了 就跟着去了 我父亲是原来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表演和导演的老师 所以就中断了他的舞台和演员的工作就过去了 所以我是从小在《星天光学义气场》就在贵州长大 哦,这样子 对 那个城他搬到贵州的时候 他搬到哪里,是在贵阳吗? 是在贵阳的郊区 是那个地方应该叫《星天寨》 哦,我知道 在《武当区》里面 《武当区》 对 哦,对 哦,对 应该现在看起来还算跟市里面很近 对 但是,破章了以后就很近 那个时候就感觉是完全在山里面的郊区 哦,这样子 因为那个东巴山的城他们现在已经搬到星天上去 他们原来在凯里 哦,东巴山搬到星天上去 对,对 他们也是在《武当区》 哦,《武当区》 我看了他有个青红电影 因为那个小跟他说,哦,我是《武当区》的 所以我发现应该就是他 对 对 对 我在网上看就是欧洲与美国美籍的很多 很多评论家他们看了这三部曲 然后他们好像把这些电影的主题看上是文革的 嗯 我想会 而且他们一般不会说这个三线电视 嗯,是 我想听一下你对他们的这种评论有什么看法 因为当年拍《青红》的时候呢 应该是整个的这个中国是没有人 大部分人不知道 也没有人提 包括文学作品 包括纪录片 包括一些影像 还有包括电影 那就完全没有人提过 所以呢,应该是 我都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 我是从三线出来的 我们的生活经历 还有很多人这样的生活经历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当我们去拍这个电影向西方介绍的时候呢 那就更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一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我做了很多的解释 但是呢,因为这个三线的建设是始于1965年66年 整个到了1978年差不多 正好也是跨这个文革的这个十年 所以呢,就基本上发生在文革期间 所以呢,就很多人可能就简单的 把它跟文革的这个结合在一起来说 那也确实正好是赶上这个文革背景 所以他们的评论我没有办法去 一个一个去解释 只有他们通过一些更细的了解 现在有 要了解我们就开始 越过文革 就开始知道 有一个 德克兰三线的这个建设 有一些人开始慢慢解读 就知道了 对,好像这几年在国内 就是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文化产品 就是有关这个 对 因为当年做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主要因为是在刚大电影节 我拿了一个奖 回来以后呢 这边的反响和影响还是很大 那么有好多好多 上千万的这个三线的职工 都想要看这个片子 甚至想要写信给中央 说我们要重视我们 我们现在被遗忘 所以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轰动吧 在那个时期 所以呢,有人开始知道 有这么一个事儿 然后呢,陆续的呢 就有像凤凰卫视 他们也开始做一些纪录片 然后后来有一个摄影 拍照片呢 也到那地方去拍一些照片 慢慢这个事情 就有一些人知道了 但就目前为止 还是小部分 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所以我们说一下 就是你对三线正式的了解 因为电影里面的很多应该是 靠你自己的记忆 是吧 那除了记忆以外 你还是通过什么样的资料 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三线正式还是比较 一种比较保密的东西 对 我是因为我就是因为生活在那儿嘛 现在长大 所以呢,我是心里是比较清楚的 另外呢,也通过自己家人 还有旁边的人 大人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感受 所以呢,是由我作为一个生活在那儿的家庭 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 完全是切身的自己的体验 那么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一部分 不能说是全面的关于三线 而我在拍片的时候呢 比如说实际上你在电脑里去查这个资料 还是有一些的 是有一些 不是完全没有 只是大家不说 大家不说 因此呢,就关于这个三线呢 有一些 除我孩子的记忆之外的一些 官方的一些报道 一些介绍 还是有的 那么 当然了 你要从官方上 想看到那个报道 都相对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说 那个时候因为 打仗 苏联 或者南海 越南等等 很多 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么就大名际的 转移这个军工企业 可能用大半年的时间 就很多大部分的 这个机器设备和一些基建的东西 就建设起来了 那么 大家都去了 所以这是官方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报道 还是很详实的 多少人呢 怎么在那建设呀 到几年开始不行了 这些都开始有了 但是呢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一般的这样的一种 报道性的东西 它不会带有 过度的一个角度 比如说是完完全全是觉得好 或者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次人为的 可能是一些浪费 或者什么 它不会这么去说 更多的当然说是给整个的这个 企业工厂工矿到了西南 是帮助了西南的 大西南山里面的整个的这个社会 有一个工业的起来 是这样的 嗯 嗯 那这个 三千件事的单位 如果跟其他的 六十 从六十到八十代的 单位 比起来 你觉得它最大的区别 是在哪儿 其实因为在 为什么在西南一带 去做这个事情呢 原先那个西南一带的工业 就不是最发达 嗯 中国的发达的工业是在东北边啊 巴北地区啊 嗯 东南 这个地方呢 就稍微弱一点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像这么多工厂 而且是高端的一些工厂 进到那块呢 就完全是在一个 一个 一个 处女地 我们就说完全工业的处女地 空降了这么一个 高科技的 或者是 当时来说所谓高科技的 一些大工厂的范围 那 它带来的当然是 一开始是一种 大家很新鲜 嗯 就是外外 当地的人一看 贵州人或者四川一看 这哪来这么多人 嗯 然后就会很羡慕 嗯 就在工厂的大门 你可以去上班 嗯 然后穿着工装 然后下班 嗯 这样农 当地的人是没有机会进去的 嗯 所以对那个时候的工厂 是非常羡慕的 而且是有钱 嗯 因为那个工资 一个月六十几块钱 五十几块钱 在当时的生活上还很好的 嗯 所以呢就形成了就是 去的这些工人 嗯 和当地的这个 应该是农民 之间的关系是 是工人要买他们东西 嗯 工人很有钱 农民就种的地 杀的猪 卖给工人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但是到后来 等于说到了文革以后 嗯 慢慢的这个工厂 就转型了 不行了嘛 其实这个很多的 待会儿再说 嗯 那不行了以后呢 工资就发不出来 嗯 而 中国在七八年 七六年 七七七年以后 那个改革开放 嗯 那大家可以 当地的人 就开始慢慢变得有点钱了 嗯 时间长了以后 工人的工资一直是那么低 而当地人慢慢慢慢有点钱 以后就倒过来了 嗯 就是说工人就显得很 很第三下次的 要去 要去跟当地的结合 一开始不是 一开始很独立的一个王国 有自己的医院 嗯 有自己的学校 有自己的食堂 有自己 是一个小社会 嗯 几乎跟外面人不怎么打交道 嗯 是个独立王国 那么到春节啊 或者接家日 大家家里有点钱的 嗯 还要做火车 要回到上海 或者回到北京的老家去看一下 嗯 那后来慢慢就没有 嗯 那在这个 在这样的基础上呢 等于说这个 这个工 就是工厂 从一开始的这个 建设到设想 嗯 要把它建成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 万一打起仗来 可以由中国的保留这个军工实业 包括甚至带动当地的这个 但实际上呢 真做起来以后 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简单 嗯 嗯 在检井下面下面 海下面看的潜望镜 哦 所以很高精度的东西 嗯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会潜到一个运输的问题 嗯 还有很大的精密仪器 因为都是 嗯 临时造的路 路也很不平 又在深山里面 嗯 然后呢 每次要东西 原材料用运进去 生产完了 还要颠簸出来 所以它这个 产品的质量啊什么 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个事情 本身文革又是很困难的时候 所以呢 就这样的一种 慢慢慢慢的就发现 就是在 真正到了后来 市场化以后 就没有竞争力了 嗯 因为运输的成本高了 人工成本高了 什么的 更真正的这个 在大城市沿海城市 就没法竞争 嗯 所以一点点就没落下去 是这样的 嗯 那你刚说 三星街市这个 当过有点像一个小社会 是吗 嗯 对 其实我不太迟疑 好像看过那个 每一个场 除了这个在监狱以外 嗯 每一个场 每一件事都是在 在场里面 你发生的 嗯 你小时候的生活 真的是这样子吗 很少就是 很少出去 很少 嗯 我们因为在 在一个小社会里面 小孩子也小 嗯 几乎呢 我们是跟那个 外面当地的小孩子 嗯 也不认识 也很会玩 我们经常 比如说 离开家 在别人玩玩玩 只要到这个 再往前 就出这个我们的 是范围啊 嗯 越过这个范围 就是当地人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都跑到那就回来 就很少出去 我们要出到 比如说新天寨 嗯 我们要去新天寨的话呢 虽然也是很很小的一个寨子 嗯 一般都得跟着父母去 嗯 我们自己过去就 大家就很不敢了 都是跟着父母 买菜啊 嗯 去看看 然后从新天寨回来 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 嗯 那后来到80年代初 就是青红的那个时代 嗯 从 在那那部电影里面 也有一些登地的 登地人士在那个场里面工作 对 然后 我对那个电影感情 就是感情是 比较感情的是 就是他的那个 山海人和登地人的好像有一些矛盾 嗯 而且有一些冲突 嗯 那个是经常能看到的 看到的一种现象 我们经常就是 就是说我们小孩比如玩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只要 在沿着山出去 到了接近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山上那个当地的孩子就 就开始扔石头啊 扔土块啊 就这样叭啦叭啦就打 这样我们在山下 我们也上不去 然后他们就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 只是这样一种交流 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 比如放电影 哦 因为我们是固天电影吧 嗯 但是放电影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所以呢 我们呢觉得这是我们的电影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控场 或者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椅子 就是板凳 坐在正面看 嗯 那么很多的当地人 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看呢 就会在后面的山上 对 边上的山坡上啊 还有这个荧幕的后面的山上啊 就都是都是做那个当地的这个农民过来看 嗯 所以呢就形成我们在下面 他们在上面 有的时候上去对骂一下追上去 然后他们下来在底下小孩乱跑一下 嗯 就是这么一层一层关系 就是就是在那个时期 我想在文革这个时期 嗯 这个当地人对工厂的工人还是很 就是觉得你们高高在上啊 嗯 还是非常的敬畏和敬趴的 嗯 后来呢到了嗯 就是70年代末文革结束了 到78年改革开放 慢慢的这个原油的工厂就迅速的改了 就变了 嗯 就等于说是放弃了 因为竞争不好 好多的技术工人到那以后发挥不出来 嗯 发挥不出来 浪费了青春都浪费了 对他们说 嗯 到了那个时候 改改了以后呢 嗯 就开始有一些的工人觉得 我不应该在这待着了 你看都听从里面到85年左右 那个是最困难的时候 嗯 等于说改了以后 嗯 变成国家不管了 嗯 就需要自己去跟市场上去打交道 去生产去卖 那就一下就显出不行了 原来是国家 我生产完国家拿走嘛 嗯 那那个时候就不行了以后 就开始一点点走下透露 嗯 那走下透露 很多的工人就 开始要想这个问题了 嗯 我们工资也低了 现在改开放外面的工资都高了 我们怎么办 然后呢 我们呢 要不要回老家 嗯 因为上海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那我们离开了 要不要回去 所以很多人在想这个办法 想要回去 想要离开 那么到 嗯 从七九年开始 应该七八七九年开始 有个别的人家 包括我们家 就有机会就离开了 那后来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清红那个时候 就出现了 嗯 很多的人就 就往外走 就不愿意待在 待在这里了 嗯 他们走了以后呢 等于说 这个工厂 因为已经是私人股份了嘛 嗯 像公司了 嗯 那么这时候才开始 就是对 当地的这个人 招工 那么当地的很多这个 当地的人啊 或者星天寨的人 无当去的人 觉得哇 现在可以进工厂了 因为上海人走了 他们 所以就有机当地人 就这样的市场 就慢慢的融合进来了 同时还有就是 没有走的人 没有走的人呢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不是说 比我们大一点年纪的人 那就 到了那个上大学 嗯 或者是上技校 嗯 技术学校 这样 那么就分出来 有一些呢 就上大学的人 嗯 就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嗯 不管是到贵阳大学读书 还是到什么其他大学 考上了以后 才离开了 通过离开 就跟当地 人开始有了交往 嗯 那个时候可能十七八岁 嗯 或者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读大学 就认识了 当地人 然后等到再毕业出来的话呢 就 有机会就不回这个工厂了 嗯 就留在了比如贵阳 武当区 或者贵阳市里面 嗯 然后就在那儿 才开始真正的和当地人交往 接触 甚至结婚 嗯 或者怎么样 那么反正也知道回不去了 所以就结婚了 因为年轻人嘛 到时候有了爱情 不愿意回 回北京 也不愿意回上海 就愿意就在当地结婚 那么 嗯 后来再发展成了就是说 如果再跟当地结婚了 这些家庭呢 相反就 好过一些 因为离开了这个封闭的圈 已经出去了 嗯 那么当地人 毕竟中国是个关系社会 有了关系 认识的人 慢慢慢慢 他们就可以在那儿 相对好的过生活 可以挣到一些钱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 比较保守吧 不愿意出去 或者孩子像我们这些孩子 可能没有读到大学 没有考上大学 嗯 就 读那个 我们叫技校 读技术学校 知道 那么 读技校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读了技校以后呢 我直接就留在工厂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资源改革开放 人们的观念还是相对老的 要至少要工厂是保险的 嗯 至少每月有工资可以拿 你出去要做生意 赔了怎么办 嗯 没有本钱做生意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就愿意 还是很大部分愿意在工厂 我们叫铁办碗嘛 嗯 就在那儿待着 所以呢 很多读技校的这些人 就开始回来 像爸爸妈妈退休啊 或者早点退休 他们就来 在这工作 那么 这样一来的话呢 等于说 世世代代的 就是上一辈在工厂 下一辈也在工厂 再下一辈也在工厂 嗯 因为就在看工厂 工厂不好 没有没有生意 没有订单 他们就没有工资 所以有过一段很很很很悲惨的一种 一种境遇和境况 嗯 开始要想一个问题了 嗯 我们工资也低了 现在改革开放外面的工资都高了 我们怎么办 然后呢 我们呢 呃 要不要回老家 因为上海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那我们离开了 要不要回去 所以很多人在想这个办法 想要回去 想要离开 那么到呃 呃 从七九年开始 应该七八七九年开始 有个别的人家 包括我们家 就有机会就离开了 但后来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青红那个时候 就出现了 嗯 很多的人就就往外走 嗯 就不愿意待在这里了 嗯 他们走了以后呢 等于说 这个工厂 因为已经是私人股份了 嗯 像公司了 嗯 那么这时候才开始就是对 当地的这个人 招工 那么当地的很多这个 这个当地的人啊 或者星天寨的人 无当去的人觉得 哇 现在可以进工厂了 应该上海人走了 所以就有机当地人 就这样子 对 就慢慢的融合进来 同时还有就是 呃 没有走的人 呃 没有走的人呢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或者比我们大一点 年纪的人呢 就呃 呃 到了那个上大学 嗯 或者是上技校 嗯 技术学校这样 那么就分出来 有一些呢 就 上大学的人 嗯 就 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嗯 不管是到贵阳大学读书 还有到什么其他大学 考上了以后 才离开了 通过离开 就跟当地人开始有了交往 嗯 那个时候可能十七八岁 嗯 或者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读大学就认识了 当地人 然后等到再毕业出来的话呢 就 有机会就不回这个工厂了 嗯 就留在了比如贵阳 武当区 嗯 或者贵阳市里面 然后就在那儿 才开始真正的和当地人交往 接触 甚至结婚 嗯 或者怎么样 那么 反正也知道回不去了 所以就结婚 因为年轻人嘛 到时候有了爱情 不愿意回 回北京 也不愿意回上海 对对对 就愿意留在当地结婚 那么 嗯 它发展成呢 就是说如果在跟当地结婚了 这些家庭呢 相反就 好过一些 因为离开了这个封闭的圈 就出去了 嗯 那么当地人 中国这个关系社会 有了关系 认识了人 慢慢慢慢 他们就可以在那儿 相对好的 过生活 可以挣到一些钱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 比较保守吧 不愿意出去 或者孩子 像我们这些孩子 可能没有读到大学 没有考上大学 嗯 就 读那个 我们叫技校 读技术学校 嗯 那么 读技校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读了技校以后呢 我直接就留在工厂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资源改革开放 人们的观念还是相对老的 至少要工厂是保险的 嗯 至少每月有工资可以拿 你出去要做生意 赔了怎么办 嗯 没有本钱做生意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就愿意 还是很大部分愿意 在工厂 我们叫铁办碗吧 嗯 我们就在那待着 所以呢 很多读技校的这些人 就开始回来 像爸爸妈妈退休啊 或者早点退休啊 他们就来 在这工作 那么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等于说 事事代代的 就是上一辈在工厂 下一辈也在工厂 再下一辈也在工厂 嗯 那个时候呢 就这样的部分 就比较困难一点 嗯 因为就要看工厂 工厂不好 没有没有生意 没有订单 那他们就没有工资 所以有过一段很很很悲惨的一种一种境遇和境况 那除了就是来自于上海这些支内职员 嗯 和当地人以外 那个工厂里面也有其他的群体吗 比如说有这种返厂执行吗 或者退伍这种呢 嗯 有的比较多 因为他还是一个技术性的 高技术的一个工人 所以呢 也不是说有有当兵的有什么 但是呢 会有各地方的 嗯 比如说这个工厂 我们是从上海去的 嗯 但是本身在上海的时候 那工厂里也不见得都是上海人 嗯 就有的是毕业了 分到那里去的 有的是东北的 有的是北京的 有的是南京的 有的是什么 他组合了这个 嗯 一个群体 所以他们过到那块 所以工厂里面 像我们工厂 虽然主体是上海人 官方的语言就是上海话 嗯 但是呢 各个家的组成 你们家是北京来的 你们家是东北来的 嗯 大家只是在统一的一个 语言系统里面 可以交流 但是回到家 还是追寻的就是各自的 北京人的一个传统 东北人喜欢怎么做吃的 他们就各自 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习惯 嗯 那么像其他地方 比如说任何地方 包括四川啊 甘肃啊什么 也都有这种之内的 有的就是东北 嗯 整个是东北的工厂 直接过来 有的是北京的工厂 就直接过来 所以每个 有的时候我去拍电影的时候 去看到一些工厂 去的时候呢 一进去以后 都说东北话 哈哈 都是比如辽宁府顺过去的 因为那时候 那种工业基地在那 嗯 所以你跟他们讲话 就好像回到东北一样 他们讲话 东北人讲话也跟上海人一样 永远不变 嗯 他不管到哪 他就都是说东北话 哈哈 所以你看全东北人 然后呢 老少几代全东北人 习惯也是东北人 吃大锅炖啊什么的 就很有意思 嗯 对对 嗯 我看这个 我十一和庆红 这两个场 好像他们的这个 怎么说 空间与环境 就有点 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是吧 不是 这可能是我的影响而已 但是我看了这个 我十一 我觉得那个 那个 那个场 特别是集中啊 嗯 什么都是他里面了 嗯 但是《青红》呢 这部电影 我感觉是 稍微分散一点 稍微靠近 诚实一点 嗯 你拍电影 你拍电影拍的时候 你也还是这个想法吧 呃 其实也没有 其实因为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拍《青红》的时候 已经是94年了 嗯 呃 不对 零 零 零四年了 零四年了 嗯 嗯 那么拍《我十一》的时候 就一一一二年了 嗯 所以呢 其实到了零四年的时候呢 嗯 我就比较着急 啊 因为那个 中国变化太大了 对吧 从七八年开始 慢慢慢慢的 开始做房地产啊 工厂开始撤离了 然后有的人离开了 所以那个地方的这个 很多的环境 嗯 改变了 你要去拍电影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回到那个时代 嗯 所以呢 只能回去的时候 就我们是找了很多地方 嗯 就寻找那个 改变还比较少 啊 没有 完全没有说被高楼大厦弄 弄没了那个地方去拍 所以《青红》嗯 是因为我们也就是 就找到了一个 相对这个环境 还有那个过去的特色 嗯 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因为是离着 我们原来工厂 其实是我很想去拍 嗯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 现在看起来离贵阳挺近的 就是小时候觉得远 现在市中心到武当区 嗯 已经很繁衡 我们的新天寨 已经像一个城市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那个小区域呢 其实都被侵蚀了 侵占了 都没有了 过去的山上 嗯 已经被老干妈那个集团 那个家族盖上了别墅 嗯 然后有几个房子还留着 但是边上都是那个新楼就 嗯 所以就拍摄的条件 已经不允许了 嗯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个 等到《青红》拍完 我再去拍我 我十一的时候呢 就原来那个《青红》的工厂呢 其实也很不欢迎我们去拍 嗯 那个时候拍的很困难 他们根本就不欢迎我们去拍 嗯 所以呢 再去拍的时候就 就只能借助一点点它那个地方 大部分要去再找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嗯 但是呢 因为三线场 当时是非常多的 嗯 非常多 所以你就 就去寻找一个相对保存的 还比较完整的一个地方去做 嗯 是这样 所以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贵州的三线建设的场况 嗯 这些场况都是 基本上都是三线建设的场况 但是也有一些是国民党时期的 嗯 嗯 就是国民党 蒋介石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工厂在那里留下来 哦 一点点 对 对 对 难怪他们不太 不太欢迎啊 对 他们很不欢迎 因为他们对拍电影是很惧怕的 他不怕我们去搞新闻联播 嗯 去去去拍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那些工厂都 一方面是军事 嗯 像洞八三啊 等级级的代号 都军事 嗯 虽然已经解除了 但他们以前那个 好像这个军事的保密 不许你们去做 这是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说 像我们拍青红的那个场是因为他 那个 那个 效益很不好 嗯 就很穷 非常穷 然后呢 他就怕你们去拍了以后呢 就把他们给 好像 宣传出去 他们很 很不好很穷的人 所以不欢迎你去拍 对 对 而且青红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 文己校园啊 我对他们都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看他们 他们听第四课 嗯 然后他们看好像是一个 日本的一个 电影 对 对 对 阿西门的街 那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 就是 涌到三千建设去吧 嗯 因为是偏远的一个 对 很偏远的 是怎么引进了 呃 我想主要就是因为工厂 就是说因为我们工厂在那个地方 因为你想那边的厂长啊 不大家都是上海人 嗯 对吧 心里有一种上海的情节 嗯 我们从上海来到这里 那么上海人 有过上海的生活 上海有电影院 嗯 对吧 有吃的更好的东西 穿的更好的 啊 这边没有怎么办呢 因为大家都互相有一个 有一个想要过好日子 你们上海人嘛 对吧 所以呢 就会安排 比如看电影呢 就所谓的给工人一些福利 嗯 那个时候的福利就是 文艺的文艺活动嘛 就是 看电影 这是在全国最普遍的 那么他们就 这是他们来组织 嗯 把那些电影 就 调到工厂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 我们三千场 基本上一个普遍的 一个东西就是电影看的比外面多 每个礼拜天都会放电影 每个礼拜天都会放 一直放了很久 放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工厂变了就不放 那个时候一直放 所以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就在放不同的电影 从最早的电影放到 南斯拉夫电影 阿巴尼亚电影 朝鲜电影 然后再放到日本电影 它是这样一个演变 常也会公开的放这种日本电影吗 后来 一开始都是苏联电影 社会主义电影 等到阿西门的街 是等于说完全到八十年代了 已经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开始接触 开始有 那大家就开始有看到这种电影 包括 因为上海的 因为工厂当时的情况 是大家生活在这里 但是呢 向往更好的日子 我就说上海的 很向往更好的日子 所以后来 真正到了七六七七年 开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开始慢慢七八年 开始变了以后 有好多像上海广州啊 南方就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比如穿衣服的样式 可以 可以时髦一点 新潮一点 我们那时候 流行的喇叭裤啊什么 虽然我们是在工厂里 周边的这些人 武当区的人还不知道这一切 但是这边是上海的一个小的社会 所以他们的亲戚朋友就有 有这个信息过来 因为我们的 比如有亲戚是在上海的 广州的写信啊 说怎么样外面 那么就上海人很喜欢 又你们在那很辛苦 那么寄点布料给你啊 或者寄一个新的衣服给你啊 所以就是隔着这个 把贵阳那个都隔开 单独跟外界再有一个联系 所以那个时候有收音机啊 录音机啊 或者有新的裤子啊 新的衣服啊 食品啊 磁带啊什么就是这样 到这个工厂里来的 所以所以 虽然在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它还是有这种城市 对对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就是虽然是很偏远 但是在那个十年的里面 就是当这个工厂 比较稳定的十年里面 这些工人 这些还想尽办法去过一个 曾经有过的 或者跟上海所接近的 这样的生活 想要追求这样的生活 对 有些学者 他好像认为 三天一件事是一种 城乡之鉴的社会 不知道你 你同意这种构想 怎么说呢 城乡之间的 因为我发明不出一个词 怎么去描绘这么一个 特殊的一个环境和群体 也不算城乡吧 因为 怎么说呢 其实真是完完全全 是在乡下 对吧 都是一个城市在这里 那么我们要 有些地方 像遵义东八三海 反正就是要开很久 两个小时进山里面 所以完全是在 山里面形成这么一个小的区域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叫城乡之间 是一种 是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殊 人的思想 活适 生活方式 这样东北人当的不变 我是在当地买的猪肉 我在当地种的菜 我做的方式还是东北的 这样的 它不变 那那个时候 厂与厂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我看在镜黄里面 他们不是跟吃光有一点 吃光厂 对 对 吃光厂 有点好 所以 对 那个是小年轻们 因为小孩子嘛 小嘛 所以他都是在 自己的一个范围 范围里面 远处那个厂 就只听说 或者是有一些交往 因为我那个时候 记得去那边看电影的话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那边不认识 小孩子很容易干架 不认识 所以是这样的 但是呢 大人之间 我就不知道 因为两个厂之间 还是有一点点关联 但是跟其他厂 就没有关系了 就是 因为当时的我们 就是新光厂和吃光厂 是配套的 就新光厂主要来 然后吃光厂生产 另外一种东西 是配套这个新光厂 来到晚 好像小一点 兄弟单位 兄弟单位 但是我们新光厂 可能会有点看不起 那个时光厂 那个样的 那个时候还配备 像肉联 肉联厂 就是 因为去了以后 要吃肉嘛 所以就 也会建立 我们那个时候 文革期间 很多的地方 都有一个肉联 肉联 肉 叫情 情肉 反正就是 鸡丫肉 那个联合的 这么一个 肉联厂 我知道 肉联厂 还是有一个公车站 对对对对 供销 肉联厂 这样是单独是配套这个工厂的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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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好像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注意 其实还有点问题 对不起 嗯 一个问题是 还是有关这个 厂乡之间的这个 因为 我在网上看一个 它叫做 director's statement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写的 但是它是英语写的 我不知道是你翻译的 还是别人翻译的 但是它写的 你才能说 对rage 我们出现了一个小小小小小座 在那间的建议 是这个小小小的? 不是小座 可能他应该这么翻译 对 应该只能说是 我们生活在真正的山 山区里面 不能叫village 真的是新建起来的 根本没有village 对吧 对对对 是一个新建 所以没有词来表达 这是个什么概念 所以不应该叫village 也不能叫城市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没有这个词 所以翻译不了 翻译不了 Factory Zone 这个就是 是有关这个 就是我始于清风里面的声音 因为我发现除了音乐 就是机器的声音 还有滋润的声音以外 经常能听到这个火车的声音 这是你小时候 是在 像千银车的时候 经常能听到一种声音吗 还是它是 它是相当什么 对 火车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真正的工厂 山区是很难听到的 但是呢就是 作为我们小的时候 对于火车 因为我们 从小睁开眼就在山里面 也不知道城市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上海是什么 北京都不知道 所以呢其实 想往的 想象的很多 因为我们从小 虽然在山里面长大 但是每个人 每个小孩都觉得 我是上海人嘛 因为小嘛 爸妈妈是上海人 什么就 他们长大以后 就觉得是上海人 只是 没有去过上海 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 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呢 都是在春节 或者什么的 买火车票 就带孩子 要回上海 所以那个火车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唯一的一个连接 因为飞机 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那个汽车也没有啊 没有公路啊 对吧 就算有汽车也是公价的 也是 我们没有私人汽车 所以唯一的是火车 所以我 比如作为我来说呢 我去过比如说北京 因为我妹妹要生在北京 然后我自己要动手术 要去北京 想的时候 那么唯一的就是火车 所以火车呢 就等于说要两天两夜 在火车上一直开到北京 所以这样的一种想往 就是我最喜欢吃的饭 其实我觉得吃的最好吃的饭 就是火车上的那个叫 我们的是叫盖焦饭 盖焦饭 那时候是十块钱一份 很贵的 所以那时候十块钱 但小时候就觉得那个饭 就最香 你们这个菜 那个菜 几个肉片 或者是特别香的 那个味道说起来 还能有记忆 所以呢这个火车 当然是一个跟外界的 一个唯一的一个 相争性的联系 还有一点就主要是 其实你们仔细去看这些片子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声音 是来自于那个高音喇叭 对 高音喇叭 对 那是一个在当时的这么一个区域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嗯 虽然很多家都有一些收音机啊 都有一些那个 是算中国好的生活想要追求的 有 有些没有 有些有 但是呢不管你有和没有 就是它这个高音喇叭 是一个 嗯 地区最典型的一个 嗯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 他要 要放音乐啊 要要 要有那个下班 要放音乐 广播体操啊 对我们广播体操也是要搭工厂里啊 嗯 所以这个是中国社会在那个期间 文革期间是非常那个 所以我在我十一的时候 嗯 在法国录音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 剪接师和录音师 就 老是觉得那个 喇叭太响了 声音太响了 他要把它 放 我说 不响 就是等于说他不可想象 你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 高音喇叭的那个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中国要统计思想吧 统计思想的话 只有一个喇叭 对你们说话 嗯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 在当时的三星厂 还有一个 一方比较特征的 就是中国的军队 军队的军营里面 部队里面 他就是这样的方言 还有就是这样的场 那个喇叭 它到处都有吗 就是厂出 驻载出都有 嗯 它是 就 它是要根据你每一个地区的这个 结构的关系 嗯 所以呢像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是这么一个山 嗯 那么山这边是工厂 嗯 那么从这绕出去 绕出去以后 这边就是生活区 所以中间可能隔了一个山 是 那么喇叭就会塑在这个山上 对吧 山上 这样的话呢 一放起来 这边也能听见 这边也能听见 还有就是像我们的 一般的工厂的这个大门 大门的楼上都会有高音喇叭 下班一想 大家下班 上班的时候 他想 他就把整个覆盖这个工厂区 和生活区 嗯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嗯 对对对 好 好 谢谢你啊 跟他敲过时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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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